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2月28號 移民英國我們往往會聽到 移英港人會分享過到去 用比較便宜的價錢住到很大間屋 甚至有花園 但是華麗的外表之下 也都有些潛在陷阱的 今天就跟大家看一位移英港人 近日就說起他 在英國租屋的不愉快經歷 化妝樓 事主明明是想說些不愉快經歷 可能怕被手足罵 所以一開始就馬上戴上頭盔 就說是分享自己在英國租屋的少少經歷 大家聽完之後 你就當聽個八卦 或者聽個故事就好了 事主這間屋 其實在到埔的前兩個月 就已經開始起租了 所以雖然是交了12個月租 但是他正式可以住的日子 其實只有10個月而已 這10個月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叫事主拍下個home tour 讓大家參觀一下他們這裡的家 他說他自己一直都很想拍的 但奈何他們這間屋 入住之後 就不停地發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問題 令到這間屋一直都未能夠用一個很完整的狀態去見大家 所以他們到今天為止 他都是拍不到一個home tour的 那我就說到一開始租這間屋的時候 他們是託香港的agent 然後找英國的同事去幫他們看屋 當時他們是一次過要付完一年的租金 還有個按金要付個業主 在去年12月1日起租 然後他們今年1月30日才正式入住 即是說2023年的去年 即是2022年的時候 然後他們在入住的第一天 事主就發現這間屋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飯廳的位置 它上面其實是有個天窗的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加建出來的 天花板這個玻璃屋頂 它應該是工程做得不好 所以就引致它旁邊有個滲流的問題出現了 事主在第一天入住就已經發現了 他們有這麼大的滲流問題 然後當日事主就已經即時通知了他們香港的agent 然後他們就說會幫事主跟進這個事件 因為香港的agent的售後服務是到佈之後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其實他就沒有責任去處理事主他們 那麼這兩個禮拜就當然沒有解決到這件事了 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香港的agent就沒有再理他們了 那麼英國呢都有個agent的嘛 因為事主都是經一個地產公司去租到這間屋 那麼事主就找回這間地產公司的職員 去幫他們聯絡業主去跟進 那麼最後他們當然就沒有理事主了 那麼最後經過了差不多兩個月之後 去到三月二十七號 那麼事主家裡又發生了第二個問題 那麼這次就不是屋裡面 而是家裡外面花園出現了的問題 那麼就是他有棵樹仔生得太厲害了 那麼然後他就撞爆了圍欄 而且是弄爛了隔離屋的圍欄 那麼這次因為是影響到隔離屋 所以事主就馬上通知英國地產公司的agent 那麼還有他們的業主 就告訴他們 喂我們現在外面的花園有這個問題 還影響到別人 那麼還有他們就趁機再提多一次 他們屋頂的問題 告訴他們這個滲漏問題很嚴重 是影響到事主家裡的生活的 那麼事主就傳完這個email之後 業主是即日有回覆的 那麼第二日 業主又親自過來 事主家裡看看 那麼看看情況 然後就說會幫他們處理 這個天花的滲漏問題 但是啊 屋外面的花園那個問題 他就說不用理他 所以最後是沒有理到過花園的 而隔離屋因為他都是放租的關係 那麼對面的業主都沒有特別去理會 所以現在的圍欄直到拍片那一刻 那麼都是賺爆了隔離屋的 那麼兩邊業主都沒有來 那麼然後呢 那業主就說會幫事主整個天花的問題 最後是怎樣呢 就是到現在這一刻都是沒有整過的 三月底經歷完這兩件事之後 去到五月份 那麼事主又發生了第三件事 那麼今次這件事呢 也都是最嚴重的問題來的 那麼首先要說回一點點背景 啊 事主租這間屋呢 是有兩層的 他不是租了成棟的 那麼他們是租地面這一層 和地牢這一層這樣 那麼地牢那一層呢 是主人套房 有個廁所 有個大一點的房 然後地面這一層 就是客廳 飯廳 和另外一間房 再加一個小的洗手間 那麼在五月十二號那一晚 事主就在樓下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發覺棋缸塞了 然後發現廁所和洗手盆都塞了 那就是浴缸洗手盆 企缸全部塞了 那麼還有少少水在那裡湧出來 那麼所以那一晚呢 他們樓下的廁所呢 就立即停用了 不再用了 那麼因為那一晚呢 都比較晚了 所以事主都沒有特別可以做到些什麼 去到第二天 事主就問鄰居借了一些通渠的工具 嘗試自己去通一下廁所 或者企缸之旅 這樣 那試完之後呢 那廁所確實是通了一些 但是企缸洗手盆呢 都是搞不定 然後事主就在5月14號 直接WhatsApp 跟業主說 事主在樓下廁所出現了這個問題 啊 業主呢 看了個訊息之後 是完全沒有回覆的 那麼跟著呢 再過第二天 即是5月15號 那麼 事主他們就正式傳個email 給回地產鋪的Agent 和業主 他們所有人看回 去解釋回 他們樓下廁所發生了這個問題 然後就告訴他們 他們是需要找一個通渠的師傅去處理 順便問一下他們會不會有相熟的師傅 發生了這個email之後呢 地產那邊是很快地回覆事主的 但是就不是說幫他們解決問題 而是馬上跟他們說 事主你們以後有些什麼事 千萬不要自己找業主啊 要聯絡Agent去跟進 聯絡我們啊 然後他們就說 Agent會自己去聯絡業主的啦 去看看今次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的 所以呢 事主就唯有在這裡等啦 但是那晚呢 業主呢 又自己走去Whatsapp 事主的老公 即是事主的家人 跟他們說 有個通渠師傅可以安排過來的 啊 還說到啊 這個師傅很快手啊 16號就安排了上門 幫他們做啊 師傅來到之後啊 看了樓下的情況啊 然後呢 師傅就將整個洗手盆 整個東西拆了出來 搞完一輪之後 他就說 要買一塊零件去做啊 買完呢 就明天才過來幫事主做回 那因為呢 他說明天就馬上過來 那所以那個洗手盆那塊東西呢 那個師傅就沒有幫事主再裝上去的 就這樣丟在樓下的房間 但是第二天啊 那師傅是完全沒有了拍的 那事主就跟業主說回 而那個業主呢 又沒有特別回覆啊 完全又是那種以讀不回的狀態的 那隔了兩天之後啊 業主就主動聯絡回事主家 就說啊 那塊零件啊 原來呢 師傅當日買不到 那他要專門上網訂啊 那訂到貨回來呢 就會立即做的了 但是就不知幾時才能回到貨啊 所以呢 事主又唯有繼續等了 那麼去到五月二十四號啊 那師傅終於再次上門 跟他們去弄啦 但是他這次上來 拆開了所有東西之後 那師傅就發覺 哦 原來有些東西卡住了那個渠裡面 所以呢 令他堵住了 那只要拿了那個東西出來 那個渠就可以通回的啦 原來是不用買零件的啊 即是說 我們無端端等了一個禮拜啊 啊 Simon這裡呢 沒有做作啊 我是適當地辦一辦那個 樓主啊 他真是 啊 好 好忍住啊 這個樓主 講到這裡 除此之外啊 還有後續的 真正來了的 啊 那麼事主就講到 因為那個師傅 上個禮拜來的時候啊 將個洗手盆拆開了 那麼當時是沒有幫事主 封回好那個渠口的 那麼就這樣 丟下這裡一個禮拜 那麼搞到 樓下就噴住一陣味 然後樓下的房間是很臭的 那麼臭到是在樓梯口已經聞到那陣味的 完全不可以走下去 更加不要說要在那間房裡睡啊 那麼自從在5月14號開始啊 那麼樓下那間房呢 就已經是用不了的了 那麼事主就在那間房裡 開窗 開風扇 通風 那麼也都有開過抽濕機 嘗試抽一抽他那些濕氣 那麼但是呀 那個情況都是沒有改善的 去到7月10號 即是已經接近兩個月的了 那麼那個Agent呢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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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就說要跟他談一談這件事 那麼跟他談完電話之後啊 就原來那個Agent呢 是叫市主自己去問一下保險公司 究竟今次這件事 啊可以怎樣去索償的 那麼簡單些說啊 Agent是完全將責任射走的 叫市主自己去處理的 那麼談完電話之後啊 市主他們是有點不服氣的 那麼所以那天 市主他們 又很正式這樣寫了一份email 由頭到尾 將一件這件事的經過 很詳細這樣寫了 入個email裡面 那麼給Agent和業主那裡看回 那麼也都特別跟他們說 叫他們不要將責任全部 推到市主他們身上 那麼其實大家是可以 一起談一下 怎樣處理這件事 那麼發送完這份email之後啊 那麼他們呢 又馬上聯絡市主啦 那麼今次的Agent就說 不如約了業主過來 大家三口六面講清楚他啦 那麼所以啊 市主就約了業主過來 他們家裡這裡 正式看一看 在樓下的情況 那麼看完之後 說業主就第二天呢 就安排了一部工業用的抽濕機 送了來他們家裡 就說用這一部這麼厲害的抽濕機 去抽一抽樓下的濕氣 那麼希望抽完之後 就可以將樓下的地毯全部換掉它 那麼正常他們預計呢 正常應該鋪回新地毯之後 那麼市主他們就可以用得回樓下間房了 在這裡呢 三人提一提大家 就是不要講後續啊 來到這裡呢 七月了 大半年了 他下面的房間都還沒搞定 好了 那麼看回那個繼續那裡講 那麼業主就提市主 每天要開著一部抽濕機 十個小時啊 但是啊 業主就沒有給我們一個期限 就只是叫我們要開十個小時 就希望抽乾了地板之後 可以換地毯 這麼說 那麼市主呢 頭一個禮拜都真是很乖的 每天都走去開 但是開著那部抽濕機呢 電費是很驚人的 是每天要成十磅的電費的 所以市主他們又覺得 喂 我們好像不可以無了期地開啊 那麼如果你天天這樣 十磅十磅 一個月就三百磅的了 那麼還有有時候 市主家都會出街的嘛 那麼出街的話 是不能夠就這樣開著 部機放在那裡 十個小時的 那麼所以啊 市主他們在第二個禮拜開始 就沒有天天開著部機了 那麼如是者去到九月八號 那麼業主又突然間來到 他們家裡探訪他們 那麼業主來完之後 就叫agent 發個email給他們 就說 哎 市主為什麼不天天開個抽濕機啊 現在的地板 到這一刻 還未完全乾透啊 所以呢 不可以鋪地毯啊 就叫市主 記得要天天開 長開這樣 就算不在家裡 他們都要開 啊 那麼跟著 他就說 他會過一陣子 再來看一看情況 那麼看一下 什麼時候可以幫市主鋪地毯 那麼去到九月尾的時候啊 啊 因為呢 英國那邊的租約啊 是要在原約之前兩個月 要通知業主租還是不租的 那麼 那麼當時 因為市主他們啊 已經準備著新屋那邊的買賣了 那麼 所以啊 他們都很確定這間屋是不會再續租的 那麼 然後他們就在九月二十五號呢 就通過A準啊 啊 那麼 告訴給業主知道 那麼 市主就估計啊 因為市主他們不再續租的關係 那麼 所以呢 業主是完全放棄了他們一家人的 那麼不再理他們的天花問題 也都不再理他們地牢的問題啦 那麼 總之 他們家裡的所有問題 就是他之前答應過幫市主做的 完全不理啦 那麼市主最後就說到 啊 其實怎麼說呢 應該說 是一開始都沒有打算過 你我們家裡的問題 那麼 那業主收了一年錢 就自己飛走了啦 所以建這間屋 啊 市主其實真的住得 不是幾開心 也都不是幾舒服的 那麼 市主之後就再講到啊 啊 啊 當出租的時候啦 是看到他的相片 和他的片 啊 覺得這間屋的狀態都很好 好新正 又有少少裝修 又有少少基本的傢俬配備 那麼 所以 就算他的價錢 比市面上其他屋貴少少 那麼 市主他們都決定租這間屋 但是 住到下來 就發覺 他真的有很多問題的 啊 還有這間屋 真是一間化妝屋來的 啊 他的字幕故意打到虛有其表 那樣 那樣東西 真是 啊 市主他們預計不到的 那麼 市主就再表示啊 啊 我都有很多朋友啊 啊 現在是移民來了英國 那 但整體來說啊 大家遇到的業主都不錯的 啊 我是只有一個朋友 他遇到比較衰的業主 那麼 還在退租的時候啊 啊 屈他錢 那麼 那麼 市主呢 來近下個禮拜 啊 就正式搬出這間屋了 啊 都不知道這個業主 會不會去屈我們錢啊 那麼 祝我們好運啦 希望順利拿回一些按金啦 那麼 那麼 之後影片呢 就跟大家去看一下 他地牢的慘況啦 總結呢 就是 是一間套房啦 而是租了一間套房啦 那 結果呢 就是變成一個工地啦 啊 沒得住的狀態啦 啊 最後市主呢 再帶一次頭盔啦 那麼這些呢 都是我的小小經歷 大家聽完之後 當聽個八卦 聽個故事 就好啦 那麼 那麼 影片來到這裡呢 基本完結的啦 啊 Simon 做小小補充啦 那麼 市主在影片當中 提及的化妝樓呢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 啊 那業主他有一層 啊 或者有一棟 很舊很舊的樓啦 舊到 啊 什麼情況呢 就是其實他那些結構 都有問題的啦 啊 他例如 哦原來呢 他會湧上一些水回來的 那麼 三人講得直接些啦 那個什麼渠的水呢 是不是 啊 那些味是什麼味呢 大家都應該明白啦 講到這裡啦 那層樓呢 其實已經結構都有問題了 那麼 那要維修整理呢 可能已經整理不了啦 又或者那個成本非常之大 那個業主不會理你的啦 那麼 然後呢 表面上就裝到他靚靚仔仔 然後租出去 啊 還要貴過個市價呢 啊 那這一種的俗稱化妝樓啦 那 另外呢 就是雖然 市主就表示他大部分的朋友啊 都沒有這種經歷 那但是網友的留言呢 就有另一種說法的 那 那有留言說到啊 啊 我住過英國七年啊 那我覺得你所說的 是很普遍的 那 也都有網友留言說到啊 啊 英國啊 很多屋都是這樣的 自己買的屋啊 會隱藏了很多問題 五年樓齡新屋啊 搬入了來 發現兩個廁所都有問題 那 那這裏的人啊 不會好像香港那樣 整好了 才交回給你的 那 那大家都知道 這邊的師傅 手工是怎樣的啦 那 新整了 啊 整十幾英鎊 即是接近十萬港幣的 浴室啊 兩個禮拜之後 就漏水去隔離房 越舊的屋 越多問題 整又貴 又不一定整得好 每間都是化妝樓 唯有適應一下的 那 另外啊 也都有網友就說到 英國人Style啊 拖拖一下就不了了之 那 對他們沒有期望 就不會有失望 預了什麼都要自己來的 那 另外也都有留言說到 啊 市主啊 你給了一年錢 那對方當然是不理你啦 啊 業主不想給錢 叫agent去整啊 而agent報價也都太貴啊 業主不想整個漏水問題 因為業主自己都知道很大鑊的 那 那這裏啊 Simon呢自己也都評論兩句啊 啊 那 那 樓主自己就說 欸 有人叫他拍個room tour啊 那大家參觀一下 那我自己這樣想啦 啊 這個樓主一早 你將 喂 你去到第一天就看到那個天窗漏水 拍成一個現實版 啊 啊 不愉快的home tour啊 流量可能會更加好啊 啊 但是 他敢不敢 事實地說出來 就是另一件事啦 啊 另外啦 就是我講一講 那個 漏水那裏呢 是看到不是漏少少水的啊 就是 是很大大跡在那裏 那當初是A準幫他看 好 那A準是看不到啊 還是假裝看不到呢 啊 那A準 有沒有欺騙的成份呢 有沒有收取業主額外的利益 去特別推銷這間屋呢 啊 最後再提大家 啊 啊 阿 啊 啊 他租這間屋是貴過市價少少的啊 啊 那麼這個案子呢 令到Simon想起了 早前一陣子 可能過幾個月啊 啊 那麼 那已經港人群組裏面 啊 啊 不是出現那些買樓被人欺騙的的事件嗎 那些事件的啊 那麼啊 那麼過單事件當然了 其中一個位就說什麼 香港人吃香港人的東西啦 但是呢 啊 啊 你還記不記得 A準食李一陣 啊 啊 那个什么,师傅吃你一层,装修吃你一层,等等 买楼被欺骗那些 现在这个事主呢,其实 A准,有没有吃他一层呢? 我是讲欺骗成份的 不要讲合理中介费 是超越中介费那一层,有没有吃呢? 我觉得是有 业主有没有吃你一层呢? 大家觉得,我租完层楼,第一天发现这些东西 你整年都没有处理,合理吗? 有没有能够告他,收回那些钱呢? 是吧? 那这里呢,业主又有没有吃他一层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都是一轮过,多重欺骗 但是,买楼被欺骗那些人呢 都敢出声去骂那些骗子 但是这位市主呢,可能真的心地很好 由头被人水到落尾,做完那条大水雨呢 是默默地搬走 最后拍一条片和大家讲呢 都是和大家讲,喂! 你当听这个故事好了,是吧? 好了,今天花生就吃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到最后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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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